甘医师,腿部的红血丝,让我无法自在地享受聚会跟活动,我该怎么办? 如果静脉绊膜功能没有异常,腿部红血丝的治疗首选是表皮镭射治疗,可以使用585的染料镭射和1064的儒雅各镭射。 雷射的能量可以使得异常增生的毛细血管扩张和蓝色的网状静脉产生爆破和凝结。 在接下来的2-3个月中,逐渐被周围的组织吸收达到美观的效果。 回诊的时候,医师会加做硬化剂注射治疗,增加网状静脉清除。 单次的雷射治疗,外观可以有7成以上的进步。 如果要求更高的清除度,3个月以后可以考虑再次的雷射治疗。 要注意,毛细血管新生和皮肤的色素成绩是治疗后暂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会逐渐消失。 为避免日后复发,日间站立工作和久坐时建议穿着弹性化。 关注福康,越来越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